公元493年,北魏的孝文帝完成了一件化时代的大事,即北魏迁都 与此同时,南朝此时也并不安静 公元493年的7月,54岁的南齐皇帝肖泽突然是一病不起,病逝日趋加重 病床之上的肖泽忧心忡忡 这肖泽最担心的就是继承人问题 本来肖泽很早就把自己的嫡长子肖长茂立为了太子 并且一路是悉心培养 肖长茂的表现也基本令肖泽满意 可惜这人算不如天算 年纪轻轻的肖长茂竟然就在几个月之前先肖泽而去了 那这新储君又该找谁呢 摆在肖泽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按照立敌立长的原则 立肖长茂的敌长子肖赵叶为皇太孙 而另一种是在肖长茂众多的弟弟之中 选择德才兼备的新太子 肖泽一共生了23个儿子 此时在世的还有16个 其中年龄最大 名望最高的是肖泽的次子 靖灵王肖子良 这肖子良是肖长茂的同母弟弟 十年34岁 历任丹阳尹 南徐州刺史 适中南衍州刺史 司徒等多个要之 肖子良性情宽厚 礼贤下士 颇得人心 当时围惧在肖子良身边的有一大批名士 而肖子良的密友之中 还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非主流名士 范枕 说范枕是非主流 主要是范枕的精神层面 和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范枕是个无神论者 范枕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 神灭论 以物质第一为原则 系统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 相传范枕和肖子良 有过一次著名的辩论 肖子良是个笃信轮回报应 虔诚的佛教徒 作为朋友 肖子良对于范枕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 非常的惋惜 所以肖子良一直试图说服范枕 改变观点 有这么一日 几个人在静灵王府的后花园里喝茶聊天 肖子良借机问范枕 老范哪 如果这世间没有轮回 为何世上有富贵贫贱之分呢 范枕没马上回答 而是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 此时范枕所在的是一个大院子 面朝着大树春暖花开 一阵风吹过 树上的花瓣纷纷从树上掉落 四处飘散 范枕一下子就有了答案 范枕用手指着随处飘散的花朵说 人生就和这些花一样 有些花朵飘落株连掉到了床上 有些花朵掠过篱笆掉到了粪坑 掉到床上的好比是殿下您 而掉入粪坑的那就是下官我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花朵两种命运 这事和轮回没得半点关系 萧子良听完一时是无言以对 扮上之后无奈的摇了摇头 说老范哪 你这个人难怪当不了大官 后来颇为爱才的萧子良 有多次派人去劝范枕 凭你的才华 当个中书郎绰绰有余 为何还要发出这种荒谬偏激的言论呢 范枕听完是哈哈大笑 如果肯放弃我的理论去换个一官半职 那我早就做上书或者仆叶了 何止区区一个中书郎呢 范枕一生淡薄名利 坚持真理 由此可见一斑 而萧子良重视人才 求贤若可 也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 很多人都认为萧子良有贤王之德 这萧子良是新太子的不二人选 但是皇帝萧泽却偏偏选择了 年仅二十岁 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长孙萧赵业 策立完萧赵业不久 萧泽就不行了 而皇子萧子良则应赵入宫服侍医药 当时在皇宫之中负责起草诏书的 是萧子良的亲信 中书郎王荣 眼看着皇帝不省人事 王荣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缴赵拥立萧子良 很快 王荣就草拟好了赵书 随后亲自站在宫门口 想阻止皇太孙萧赵业入皇宫 不料就在此时 本已是昏迷良久的皇帝萧泽竟然醒了 开口第一句话就问 太孙呢 我那太孙在哪里 皇帝都这么说了 谁还敢违抗他的命令呢 于是萧赵业及其自己的下属 就这样进入了皇宫 之后没过多长时间 皇帝萧泽就病逝了 此后被追视为五帝 妙号士族 这一下 中书郎王荣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再一次命人守住皇宫门口 企图禁止所有人进出 但是王荣再次失望了 因为王荣或许能阻得住别人 但绝技拦不住掌管进军的右卫将军萧鸾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萧鸾带人直闯皇宫 把萧子良强行掺出了皇宫 并且当场拥立萧赵业登基 王荣的图谋也就此彻底破产 不久之后 王荣就被夏宇给诛杀了 萧子良因受牵连 自死之后是惶恐不安 不到一年时间 萧子良就幽惧而死了 和萧子良等人黯然退场 成为鲜明对比的 是萧鸾的闪亮登场 那这萧鸾又是何许人也呢 说起来 萧鸾是南齐高地萧道成的二哥 萧道生的儿子 算是武帝萧泽的堂弟 萧鸾自幼丧父 是由自己的叔父萧道成 抚养成人 南齐建立之后 萧鸾被封为西称侯 先后担任过颖州刺史 豫州刺史 世中 尚书左仆叶 右卫将军等要职 颇受皇室的信任 萧赵业继位之后 萧鸾因为有拥立之功 被加封为尚书令 一跃就成为了朝中的第一权臣 不过野心勃勃的萧鸾对此并不满足 萧鸾真正想要的是皇位 而这新皇帝萧赵业的所作所为 也给萧鸾夺权创造了条件 新皇帝萧赵业自幼就十分的乖巧 长得是眉清目秀 非常受到祖父萧泽的宠爱 而自己的父亲萧长茂去世之时 萧赵业哭得是死去活来 眼泪如狮闸的汽车 根本拦不住 当时在场的亲友 没一个不被他感动的 萧泽更是激动得老泪纵横 这孩子真的是孝顺非凡 常人不如啊 然而老皇帝萧泽毕竟还是错了 他这孙子萧赵业 哪里是什么常人不如 其实他是禽兽不如 萧赵业哪里有什么孝顺非凡 分明就是演技非凡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萧赵业装出来的 一回到自己的住所 他就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不仅是伤痛全无 而且嬉披笑脸 不是左拥右抱 就是大吃大喝 而老爷爷萧泽 显然被他这影帝级别的孙子 完全给蒙骗了 直到弥留之际 萧泽还对自己这个皇太孙 抱以后望 拉着他的手 说乖孙子 如果你想念爷爷 就一定好好干 萧赵业一上台 就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终于不用再夹着尾巴装孙子了 天高认鸟飞 大拳认我玩 就像当初刘宋的后废帝刘裕一样 萧赵业也喜欢带着自己的亲信 到处乱逛 花钱更是挥霍无度 每次动辄赏数百万 他爷爷萧泽一生是极为的节俭 国库之中积累了上亿万的钱财 他花他爷爷的钱是丝毫不心疼 继位不到一年 这些钱都给他挥霍用光了 萧赵业还有个爱好 就是喜欢乱伦 他和父亲的宠妾霍氏思通 为了掩人耳目 特意将霍氏改了个姓名 称之为徐氏 重新纳入后宫 而萧卫安把萧赵业这一切的倒行逆事 都看在眼中 是喜在心头 萧卫安趁着萧赵业 沉迷玩乐 不理正事的机会 独揽了军政大权 在朝中是说一不二 除了把各个重要岗位 换成自己的亲信之外 萧卫安还秘密策反了 萧赵业身边的将领 萧臣 萧坦之等人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萧卫安开始摊牌了 先是上奏 请求诛杀和皇后的男宠杨明 和皇后听完要杀自己的男宠 慌忙就向皇帝萧赵业 求情 和皇后说 这羊狼年轻英俊 又没什么罪 怎能无缘无故就杀掉呢 小皇帝萧赵业耳根子软 听了这话 心一动 说好像有道理 就在萧赵业犹豫之际 身边的将领萧坦之 对萧赵业耳语了几句 这羊民和皇后那些苟且之事 已经是远近皆知 这样的人不能不杀呀 萧赵业就算是耳根的再软 这绿帽子戴着也让他坚定了信念 羊民就此人头落地 几天之后 萧鸾又要处死萧赵业最宠信的宦官徐龙居 萧赵业迫于压力 只得违心同意 但是事后 萧赵业又悔恨莫及 自己想着觉得不对呀 我才是皇帝 凭什么要听你的 下一次 绝对不能再退让了 只可惜没有下一次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萧鸾变得是更加的霸道 得寸进尺 如果说他原本把这皇帝当成橡皮图章 那现在则直接视皇帝为空气 萧鸾竟然在没做任何请示的情况下 擅自杀掉了萧赵业的多名心腹 这一下萧赵业终于是忍无可忍了 于是皇帝萧赵业秘密和和皇后的唐叔 中书令和印商量对策 想要除掉萧鸾 但这和印只是一介文人 哪有这样的胆量 无奈之下 萧赵业也只得作罢 之后 萧赵业就开始逐渐疏远萧鸾 并且自己亲自处理朝政 但是此时为时已晚 萧鸾已经决定要除掉萧赵业了 公元494年的7月 萧鸾与一干文武重臣率军入皇宫 皇帝萧赵业闻讯大惊 仓促之下 一面命令卫兵关闭内殿门窗 一面命令萧臣火速领兵来救 很快萧臣就带着全副武装的部下 和令人生畏的杀气赶到了皇宫之中 萧臣大喝一声 昏君哪里跑 直到此时 这萧赵业才领悟过来 萧臣不是来救他的 而是来抓他的 到了此时 萧赵业自知大势一去 就想要拔剑自吻 但是自杀也是需要些勇气的 萧赵业哆哆嗦嗦 比划了数十次 依然是毫发无伤 他麾下的士兵倒是手持顿矛 准备反抗 萧臣把眼一瞪 狠狠的说道 我的目标不是你们 你们不要乱动 在萧臣的威慑之下 加上了萧赵业始终是一言不发 卫兵们也就丧失了斗志 萧臣命人就像抓鸡一样 把萧赵业给拎了出去 萧赵业就这样被杀死在了皇宫之中 萧赵业死时 年仅21岁 之后 萧鸾以太后的名义 改立萧赵业的二弟 萧赵文为帝 在接下来这三个月之中 心狠手辣的萧鸾 又接连诛杀了 齐高帝萧道成的七个儿子 和习武帝萧泽的六个儿子 萧道成和萧泽的子孙 除了几个年幼之外 几乎全被杀光了 当年的十月 萧鸾废肖赵文为海灵王 自己登上了地位 史称齐鸣帝 这南朝政权更迭的时候 身在北方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刚刚完成了迁都 拓跋宏得知了南齐皇室内乱的消息 异常的兴奋 一直以来 拓跋宏都有扫平南朝 一统天下的夙愿 拓跋宏觉得 萧鸾篡位 自立为帝 不合理法 不得人心 这正是北魏出兵南征的最好时机 这一下子 拓跋宏就有了发兵难亲的想法 下一次 咱们就继续说说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南征的故事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 订阅 留言 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